籃底下 连群做了假動作之後 再倒到外圍 三分球 陳靜寬在底線命中 好像是去年他們也曾經找過布拉 外圍又來一顆 林耀宗 這傳球差一點點操動 在一步之後又是陳靜寬 比賽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他打球的話 也可以好好來看一下 Michael Singletary 外圍又是陳靜寬 全隊登陸12名球已經通通上場了 哇 陳靜寬的這兩筆 其實說他整個現在懂得放慢 尤其在生涯末期這個階段 那他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現在整個 阿菲 哇一位三邊球有了 其實他從上個球季開始看得出來 他個人狀態調整得不錯 但是首要有原因是在於說 林耀宗也從打到一半的時候回來這樣 陳靜寬 哇 以為陳靜寬 所以你會要多加那兩個禮拜的隔離 對 其實會改變很多事情 對 像日本的聯賽